针对中共予于台湾周边的海空域举行实弹演习的相关做法 部分演习区域侵入了中华民国的临海或临街区 危及了国际航道 是挑战国际秩序 破坏台海现状 危害区域安全的一种不理性的行动 国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有绝对的能力跟信心负起守卫僵土的责任 我们也会反制任何侵害我们国家主权的行动 国防部必须强调 中共以武力解决分歧 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霸权心态 无助于它的国际形象 也伤害两岸人民的情感 中共发布8月4日12时至7日12时在台湾周边演习 分别于西南方东方东南方等六个区域实施军事演习 行通海空封锁台湾 此举涵盖了我国的领土领海 严重侵害了我国的领海领土主权 违反了联合国海洋公约等相关规定 我国予以严厉的谴责